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两种 一种是死亡 一种是中国式死亡 什么叫中国式死亡 大规模的比如说文革六四 或是饿死了三千多万人的大跃进等等 小规模的发生在人身上就更多了 今天配合鬼越 我们整理了一些媒体报道 选出了十个我觉得比绝命终结战还要诡异的官方谜题死亡事件 首先是第十名 喝水死 2010年河南一名男青人在看守所关了三天以后死亡 警方表示他是在提审时喝水然后发病死亡的 不过他的家人在他的尸体上发现很多可疑的伤痕 第九名 冲凉死 这名死者是被老教所冲冷水导致脑血管破裂死亡 洗澡的时候死掉 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点像电影史上最经典的恐怖片《惊魂记》的情节 第八名 发狂死 公安表示这名死者是发狂而死 不过却被发现他的遗体上有多处伤痕 第七名 怀孕死 这名十九岁少女的死因是子宫外孕 不过家属发现少女身上包括下半身有很多污点及伤痕 第六名 如厕死和洗脸死 这两起事件同样都发生在厕所 如厕死是上厕所摔倒死掉 洗脸死就更夸张了 对于死在洗脸台水池中的男子 中共警方给的说法是自杀式的溺水 第五名 睡姿不对死 警方表示 这名被关押的学生被发现睡姿不对 送往医院后抢救无效身亡 另外 还有一期该被死 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 想到了日本诡骗咒怨的恐怖画面 第四名 疾焚刺死 死者家属在尸体胸部上发现一个黄豆大小的小洞 不过警方表示这是几份刺食留下的痕迹 好的 来到前三名 第三名 躲猫猫死 中共警方表示这名头部重伤死亡的男子 是因为和育友玩躲猫猫时不小心撞墙的缘故 真的很想问一句和他玩躲猫猫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啊 第二名 噩梦死 是的 大家没有听错 这个死法已经完全超越了好莱坞电影《Inception》 并且在挑战全中国老百姓的智商 我唯一能想到的合理解释就是 他遇到了A Nightmare on Elm Street 半夜鬼上床里的Freddy Krueger 好的 终于来到第一名 自焚死 这个案子虽然发生的时间比较早 不过可以说是中共当局最著名的造假命案之一 2001年中共官媒报道 有五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 但是整起事件疑点重重 大家看看这个画面 这个自焚的女子明显是受到来自后方飞出的物体重击而倒地 同时中共官方说现场画面有些来自CNN 不过CNN马上打脸了 说他们的记者事发后立刻就被逮捕 怎么可能拍摄 最重要的是 这个谎言被用来作为往后十几年 残酷迫害上亿无辜善良老百姓的根据 今天的排名就到这里 当然相信大家也注意到一点 那就是在中国人比鬼更可怕 鬼真的不是你要担心的了 中共官员才是来索命的 好的 缓和一下情绪 回到红中秋事件 所以台湾观众朋友们 你们可以想象 大陆的网友们会有多震惊 当他们看到台湾有25万民众 为了一个不认识的年轻人讨真相 而且是光明正大的 不用担心会有坦克车开进来镇压 他们也绝对无法想象 家属的父亲可以这样跟国家领导建言 不要到最后变成 变成说金乳吸引到最后变成 每一句都是法 最重要的是民众上街以后 国家的法律真的就为了一个无辜受害者 在短时间内完成修改了 当然这个案子现在真相还没有大白 所以好像很多台湾朋友们还觉得有一点灰心 其实真的不要灰心 我觉得这些行动没有浪费时间 因为这25万人的力量已经开始产生影响了 而且影响的不只是台湾2000多万人 这些影响其实已经传到对岸 让十几亿中国民众们见识到台湾的民主和台湾的公民力量 这些都是你们应该继续重视的 并且珍惜的 好的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